北风卷的白草折,互间8月急飞雪,8月份,股热难耐,但A股却让投资者如醉冰枯,接下来,A股将会走向何方? 一些证券人士认为,9月中旬或见到年内底部,仅旧银持行情可期,A股主要指数8月全线下挫,8月份全球股市大面积分化,一些股市日创新高,一些股市跌创新低。 统计数据显示,欧洲股市中的法国KX0指数,意大利MED指数,英国FTS100指数,德国X30指数全月分别上涨了3.07%,1.90%,0.97%,4%,每周市场中,巴西圣保罗股市以4.33%的涨幅牛棍全球, 美国标准普尔500,纳斯达克,道琼斯指数则分别收高3.10%,1.59%,4.27%,其中纳斯达克创出了历史新高,亚太股市中的韩国成分指数微跌1.29%, 日本至今225指数微伤1.12%,中国香港恒生指数小跌1.27%,统计数据显示,8月份上正指数,深圳成学,中小板宗,创业板宗分别下跌了5.25%,7.77%,7.67%,8.07%, 霸占了全球股市跌幅报前4.0。值得注意的是,创业板宗不幸,有一次的全球股市,摇鸭子。 最近11个月中有10个月收跌,也创出了起开设以来的最差记录。 此外,深圳城折月线50音跌,创下了28年来最差记录。 中小板宗月线50音,也创下了起开设以来的最差记录。 个股普跌ST长生创跌停记录,指数逆杀俱下,盘面可向而知。 统计数据显示,8月份A股市场涨跌个股比例是431比3008,涨幅超过100%的股票仅长成均供一家,幅度为314.17%,涨幅于50%的股票只有4家。 而跌幅大于20%的股票多达276家。 其中,当代东方,ST长生,商银环球,港泰控股更是跌幅超过了50%,另有多家退市风险警示股,经营性问题股, 中报业绩变略像滑亏损股,富排股,次行股的月度跌幅大于30%,板块上看,电信运营,物客,石油,国产软电板块和中报与高送转概念在8月份录的正涨幅。 其余板块概念则不同程度收低,从跌幅榜上看,利用货工,海南,明夏,酒店餐饮,家居用品,环茂等十多个板块大跌于10%,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8月份此行股跌幅,高达13.32%,随着市场全面调整,一些个股也跌出了近期或远期的新记录。 第一个记录是被强制腿势的金亚科技,股价在8月份最低跌到了0.68元,不仅是创业把开设以来的首支仙股,而且打破了A股有史以来最低股价记录。 第二个记录是FP长生,收到疫苗事件打击,连续34个交易日出级跌停板,打破了A股有史以来连续跌停最多记录。 第三个记录是中红股份,股价连续13个交易日低于1月面值,是A股时杀手加VSP仙股,也是深圳成分股和中镇500成分股中有史以来首次出现仙股。 另外,8月下旬死而复生,的攀杆反派与中央控股,他们复活上演了罕见的报复到报复的神话,前者6个交易日最大跌幅,高达31.97%,后者5个交易日暴跌,和41.77%。 要学乎者从天堂跌到了地狱,指数走低因系统性风险失望,8月份上证指数并临破位别人,其他多个指数更是新低不断。 是什么原因导致股市将合约下呢? 中信证券总部首席分析师前相近,在接受上游新闻,重庆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, 首先,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莫过于基本面消滑,2018年中报披露完毕,3539加上市公司上半年净利润,同比增长14.50% 较少年同期减少3.30个百分点,除创业版净利润增速,同比去年增长1.78个百分点万,深圳主板,中小板,上海主板的利润增速, 同比下降了18.75个百分点,14.21个百分点,1.21个百分点。 由于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,因而它必然对基本面下滑,提前作出反应,事实也证明股市下跌的根本原因,就是上市公司业绩更速不佳。 其次,资金面仍然是仅平衡状态,虽然养老目标基金,罗素指数资金,MSCI资金,职业年金,保险资金,以及汇金中投为首的国家队,已经或即将进军A股市场。 但是对股市涨跌影响最直接的央行,却并没有明显的释放流动性举措。 相反,最近8个交易日还回笼了1700亿元。 另外水本利率也处于不断抬高的状态。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,是因为8月份国内物价出现,很明显的上涨势头。 市场人士对通胀的忧虑升温,央行的货币政策,也处于举期不定的两难境地。 最后,国外经济形势波跪人绝,土耳其货币危机搅动全球。 市场对欧洲新一轮债务危机感到担忧。 美国通账数据有加速迹象,市场猜测9月份美联储加息力度可能会超出预期。 从而刺激全球资金进一步回流美国市场,全球货币大战此起彼伏。 阿根廷猛烈加息1500个基点,美国开始向欧洲下手,令全球经济笼罩在混乱的阴影之下。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,复杂的国际形势对中国多多少少存在一些不良影响,从而冲击着A股市场的走势。 总之,8月份A股持续走低,是政策面、基本面、资金面等多重负面因素合力的结果。 简言之系统信封显示范,底部特征显现金九银时刻期,历史数据显示,过去27年的9月份,12次收涨,15次收跌,9次见底,11次见顶。 那么,今年9月份,A股能给投资者带来惊喜吗?短期若是下跌格局还将延续,但中线来看阶段底部,有五大特征逐渐浮出水面。 香港卫视产业投资基金总经理胡远强在接受上游新闻《重庆商报》记者采访时指出,一是跌幅足够大,空投能量消耗殆尽,很多公司的股价,从2015年6月见顶至今,跌幅高达70%到90%,看空后市,强行平仓等空投能量消耗殆尽,越来越多的价值投资者看多后市,将尴尬买入作多, 多投能量逐渐强大,形成感超空投能量知识,二是筹码完成高位散货,低位集中的过程,多加上市公司中报数据显示其股东人数完成了从膀达到锐眼的过程,市场却大多数的筹码集中到了看多后市的少数多投手中,这些多投包括主力、装甲、打户和少量散户,三是消息面空投密集70金尾声, 一般情况下,市场在顶部阶段往往是利好最多的时候,而在顶部阶段往往是利空最多的时候,当前,美元加息、货币站、去杠杆、监管查处等利空因素, 以随着市场的深浮调整而逐渐消化释放,同时,一些实质性的利好消息开始出现,而少量利好浮信恰恰是进入底部区间的表现,四是久违的均衡是扑涨腹跌行情不时出现, 最近十年来,A股市场却大多数时间都是28-82的分化行情,既少出现28起涨期跌的局面, 但今年8月份,A股市场、护身主板和中小创业板多次大涨,大跌的幅度差距都不大, 经过长期调整后,传统蓝筹与新经济题材普涨普跌,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正主于游弱转强的过程, 五是市场情绪极度悲观,一方面,市场成交金额被缩,到了四五年来的最低水平,交投几为清淡, 另一方面,盘中易有反弹洒户就大量出火,这种超短线平凡操作也是典型的悲观特征, 华龙正确永川营业部总经理牛羊在接受上游新闻,重庆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 之前我提到过A股市场技术面与消息面存在今年这样的说法, 现在看来,消息面的确出现了不少积极因素, 尤其是资金面上的改观运气最为强烈,只是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, 目前量能低迷,说明,大资金上未大规模建仓, 是因为大资金建仓,往往会选择在跌势中进行, 尤其是连续因跌后,一旦再出现急跌, 则场外资金特别是崇尚长期投资的资金, 会在大跌中加快建仓的进度, 所以目前市场的技术面和消息面, 与7乘以2等于14年前也就是2004年同期比较类似, 集2638点保卫战可以与当年的1307点保卫战做个简单的比较, 当打爬在2500到2570点建底后, 有望在诸多政策利好刺激下营来一波短促而强劲的反弹行情, 回抽3000点附近的重压区, 至于领长的主力, 还是要回到我们一直强调的成长性加龙头, 这个品种上来, 海通证券上亲自营业部高级投顾张亮认为, 未来两三周时间, 上证指数的250天线与500天线即将交叉, 10周线与90周线即将交叉, 而9月中旬差好是3587点调整第34周, 意味着中线级别的变排窗口即将打开, 绝大多数情况下, 时间窗口的含义是反向变盘, 因此, 只要未来两周股市向下坡为沙跌, 最好回补2488点降息缺口, 则年内底部有安全力, 仅求银纸只得期待, 操作上, 投资者在做好短期风险防范的同时, 做好布局中线声势的准备, 重点关注三季报年报预增并受益于精准施测创业版股, 估值比起历史最低的证券股, 受惠于通胀指数上升的农业股, 若能找到价格偏低, 政策受益, 也既向好三重优势的个股, 可作为跨熊市品种长期持有, 投股建议关注三大板块, 中投证券重庆丰公司, 首席投股公科建议, 投资者在9月份逢低关注券商, 半导体, 计算机应有三大板块阶段性机会, 一券商, 在券商业务条件强奸管环境下, 正券行业变革时期, 量级奔化日益显著, 资本与创新的结合, 将形成行业领先的优势竞争力, 经营管理能力将成为正确公司和新竞争力的关键因素, 龙头正确公司将不断扩大竞争优势, 进一步确立领先地位, 业绩增速优势更加显著, 关注中信证券, 华泰证券, 深万红源, 二半导体, 自国务院发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纲料以来, 半导体板块的市场关注度迅速上升, 板块在2016年7到8月, 达到过170倍的估值高峰, 经过两年的业绩增长, 高估值已经得到消化, 半导体板块整体估值水平已经位于历史地步区域, 关注, 北方华创, 赵益创新, 世兰威, 三计算机应用, 计算机应用板块业绩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时, 虽然板块内部业绩有所分化, 但不少细分领域, 依旧展现出良好的增长潜力, 无论是政策导向, 技术基础, 市场力量, 资本支持方面, 都在向加速自主可控的方向推进, 自主可控产业, 有帮迎来中长期的拐点, 受益最大的是目前国内公司, 渗透率较低的环节, 关注台积股份, 中国软件, 拥有网络, 上游新闻重庆商报记者网页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